哈喽大家好 我是Sky音乐教育的小提琴老师西娅老师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解的是 克莱塞尔小提琴练习曲的第六首 那么第六首是训练哪里呢 是训练我们的右手对于攻坚的一种控制力 我们可以看到 普面大部分全是以纯八度为普写的 那么我们有两种方法可以去 训练我们知道公子的公根重量是大于攻坚的 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跨度跨弦的过程当中 需要用到我们的右手对攻坚的一种控制力 大家请把琴拿起来 我们就以前面几个音为例 纯八度 是吧 这一刻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软软软我们可以 全部用一三这样换弦 首先第一种方法 上弓开始 再多在弓间 上弓 第二种弓法 也是在弓间 但是是从下弓开始 这是两种弓法 但是在练习当中一定要注意了 因为这是一个跨弦式 跨两弦的一个这样的练习 一定要注意 所以换弦的时候一定要提前 不要 再换就晚了 一定要提前 当你拉完的这个三 三指 准备 就已经到了第三弦了 等于是说 你的换弦的这个整个过程 是在你那么休息的0.00秒去做的 记住了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换弦过程当中一定不能有任何的杂音 不能 不能有任何的杂音 一定要干净 提前换弦 大家学会了吗 这就是对于第六课 需要注意的几个重点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添加课程顾问的微信 可以体验于我的一对一网课 记得点赞转发投币哦 我做了一个最终的小物 你也请订阅一下